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 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 进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 那逾越节是我们的四月份左右的时间 是犹太人一年都庆祝一次的 所以约翰福音有三次提到逾越节 我们就认为耶稣从他出道到他服事 有提到三次的逾越节 那他服事的年日总共是三年 然后就定十字架了 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 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个逾越节 那在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我刚才说到那里有圣殿 那圣殿是指叙利的圣殿 所罗门的圣殿已经被毁了 之后哈盖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 恢复所罗门的殿 到第二个圣殿就是叙利的圣殿 那是用了46年的时间建造的 刚才的经文也提到了 那在这个圣殿里面 也就是希利的圣殿 基本上哈他的结构是有所谓的圣所 圣所就是内里面的哈 也就是犹太男人可以进去的哈 那里有月归了哈等等哈 那第二哈就是有啊 父女院哈 父女院是比较是外院哈 就是啊 他们是男女分开的哈 所以女生就在父女院哈 哈 敬拜 那外邦人院呢哈 是从种族来看的哈 不是性别哈 也就是非犹太人哈 如果是外邦人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哈 来到敬拜哈 那犹太人的敬拜哈 外邦人的敬拜也好啊 都是以献祭为主 这是从会幕到 希律的圣殿哈 的一种的敬拜的表现 那我刚才说过哈 从会幕到圣殿哈 都是象征着神与人同在的 我说说象征哈 神当然不是 呃 住在这里哈 但是他是象征性的哈 有我们同住哈 同在哈 所以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哈 所以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哈 就是要知道神的同在哈 那在这个时刻哈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哈 就是这里所提到 这些啊 卖牛羊的事情哈 那我们相信在这件事情 主要是在 应该是在外邦人院发生的哈 在外邦人院 那这里提到 耶稣一经圣殿哈 在外邦人院哈 看见什么呢哈 有卖牛羊各自的哈 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哈 这里是表达了两组的人物哈 你看中文哈 看见什么什么 并有什么什么 表示这是两组不同的人物 因为他们提供两种不同的服务 有卖牛羊各自的哈 就是作为先机实用的哈 那价钱不一样 当然我们可以估计牛羊比较贵 个子比较便宜 那目的就是所有的人 无论你是贫穷还是比较富足的哈 你都可以敬拜神 都可以献祭 你可以买牛羊 或者是你可以买个子哈 那第二部分哈 就是提到这个 换银钱的人 这是指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哈 敬畏神的人哈 他一年要缴一次的圣殿税哈 所以在这个时候趁着预约节哈 他们来过节的时候 无论是从巴勒斯坦 或者是从 这个以色列以外的哈 这些地方来的犹太人 或者是经卫神的外邦人 他们就趁这个时候来到 缴这个缴这个圣殿的税哈 所以这个圣殿的税哈 它有规定的银币哈 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一些钱 跟这些人换哈 然后就换成圣殿所使用的 这些的银币哈 所以其实整个的服务 无外是提供外地来 过节的人哈 让他们有哈 这个方便哈 你可以想象哈 你要如果从南非要到 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 你牵着牛羊你怎么牵呢哈 所以哈 这个就是让这些人能够方便的哈 你就不用牵牛羊来了 你来到这里哈 就买这个牛羊来献祭就 就可以了哈 所以在这方面哈哈 他是其实是很相当好的一种的服务 但是你我可能没有留意到哈 或者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既然服务那么好哈 为什么耶稣会有这么大激烈的反应呢哈 问题就是他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我刚才说到他们是出现在什么呢 外邦人院那里哈 其实 整个的服务他原来的位置是在圣殿以外的 的在门口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没有进入到圣殿之前哈 你就先买好牛羊哈或者是缴税 那不应该是停在这个外邦人院的这个地方的 所以等于就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他们慢慢的把这个服务从外面的地方 内移到圣殿之内哈 包括外邦人院哈 他们不敢进到犹太人院 也不敢进到这个啊 妇女院但是他们 很 敢的哈 放在 外邦人院里面哈 所以在这里产生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待会我们也会提到 但是这里首先我们看见耶稣知道 这些服务 他们不该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耶稣哈就做了一个很 剧烈的动作 他就拿起绳子来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殿外 殿去哈 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退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个子的人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拿去哈 和在整个的哈 这个哈 对牛羊的这件事情上不同的做法哈 就是因为牛羊哈 他没有灌在笼子里面的哈 他可能就全在那里哈 所以耶稣就 让这些牛羊哈 把他们赶出殿外去 其实是感到他们应该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殿外的那个地方 当然这个个子哈 他是灌在笼子里面的哈 耶稣就请他们哈 就对他们说 吩咐他们说 把这个个子哈 拿出去哈 拿到他原来该有的那个地方去 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 更剧烈的一个举动 就是他 退翻坐子哈 到处哈 这些银钱 这些的罐子还是怎么样的哈 那耶稣在我们在福音书中 看见的耶稣哈 一向都是很淡定 从容不必的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耶稣有如此激烈的一种的反应 和动作 但是我们要看在这里的话 他并非情绪失控 因为他所做的都是有条有理的 让这些做买卖的 让这些的服务 回返到他应该要有的位置上 不是放在外邦人院里面 但是我们在这里 同时也看见 他是对于圣殿的那种的情窃 那种的激动 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个神的儿子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道成肉圣神的儿子 他有完全的神性 他有完全的人性 在这一方面 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 耶稣作为一个人 他有完全的人 他有这种的情绪 他有这种的反应 这是在耶稣的人性方面的 一种的完全的不掩饰 一种完全的完整的描述 约翰没有因为这样觉得很难看 他反而认为 这是表现出耶稣作为人方面 一个极重要的一个表现 然后耶稣进一步的说到 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是买卖的地方 这些的买卖 不仅是提供一种的方便 慢慢的人性是诡诈的 原来是为民服务 为神的子民服务 慢慢的变成为自己的钱报服务 所以从原来的一种的服务 变成盈利 而且不只是盈利 实际上是暴利 这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称聚剥削 这些从外地来敬拜的人 他们的这个价钱提高到 可能好几倍 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书里面 他提到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 你们到使他成为贼卧了 所以耶稣讲的是 这些贼不是进房子 是偷窃的那种贼 这种是什么呢 抢劫的贼 他是打抢的 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highway robbery 对不对 highway robbery 就是这个价钱 不要高到这种地步 你又不能不买 这种叫什么呢 趁火打劫 highway robbery 这种的盈利是暴利 他们在当中 把神的店 让他们作为一种 他们暴利 剥削神的子民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是其中一点 另外一个点 神的店称为万国祷告的店 他不只是给犹太人 给犹太的妇女们 更是给什么呢 外邦人 普世的人都能够有机会 来到敬拜神 祷告神 所以他们占据了外邦人 敬拜的地方 把外邦人在这里 有机会 向神敬拜 献祭的一种的权力 沦为他们剥削 做买卖的一个地方 那些牛羊在那里 那些缴税的各样的活动在那里 试问外邦人 又怎么能够专心 敬拜神呢 又怎么能够在这里 好好地向神祷告呢 在这里我们看见 耶稣心里着急 因为他们这些人 没有把圣殿该有的用处 没有把圣殿该有的目的 来到使用 而是沦为他们一些 很人为的 一种很私心使用的一个地方 我们看见在这里 教会是神的殿 同样地用在 哥林多前述三章十六节 且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头吗 从一栋建筑物 到建筑物里面的人 提到的圣殿 包含的内容 不只是建筑物 还有我们这一群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这里 是结合了一种 我们这群人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然后我们的建筑物 我们的教堂 我们的使用 我们的使用 能不能够反映出 这个样的身份 我们的使用 能不能够反映出 教堂应有神的殿 一个家的这种的目的 和功能 耶稣 耶稣看见 耶稣看见 看见教会的身份 和使命 是我们同样 看得见的吗 耶稣一进来 就看见 这个 这不对 事情不对 怎么会在 外邦人院的里面呢 耶稣甚至 圣殿的 目的 和功能 我们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知道 教会的身份 和使命吗 我们知道 教会的身份 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基督的 门徒吗 我们知道 教堂的使用 和他的 目的 他的存在 是用来 荣耀神 敬拜神 祷告神 传扬神吗 我们能否 向耶稣 看见 耶稣看见的 就是当 教堂的使用 当神的子民 的行事为人 不符合 教会的 身份和使命 教堂的 使用的 目的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而且问题 有严重的 后果 耶稣看见 问题所在 还有问题 若不改善 将会有 何等 严重的 后果 这需要有一种 对神的教会 神的殿 教堂的 目的 的一种的认知 一种属于 圣经的一种的认知 但我们回头 还要来看 但是我想提醒 这里 弟兄姐妹 我们能否 看见 我们能否 看见 教会 除了问题 还有一些的 需要 那我想到 很多时候 弟兄姐妹 能够看见 但是很多时候 他们 看见 这个需要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 我们能够 为教会 为这个教堂 做什么 耶稣 看见 他知道 他该 做什么 但是同时 我们来了解到 就是有时候 我们常常看不见 我们看不见 教会的使命 看不见 教堂的存在的 目的和使用 甚至我们看不见 教堂是神的殿 应该有那种 状元和荣耀的 我觉得 有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台湾的时候 我留意到台湾的教会的 罩牌 有的罩牌是很明显的 在高速公路就可以看见了 有的罩牌是很不起眼的 仿佛怕社区的人 看见了 一个不小心就走进来的 有的教堂的 这个招牌是 常年日晒雨淋 风吹雨打 这当然 放在外面的话 但是已经褪色了 泛黄了 自己都看不清楚了 但是我们仍然 好像无动于众 我去过一个教会 头去一次 一年之后委屈一次 中间隔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们坐在前排 我和师母坐在前排 前排哦 很小的一个教会哦 那个主日崇拜的那个投影 我们坐在前排 都看不见 那个LED 已经到这种的程度 那个resolution 那个字都看不清楚了 然后一年之后 我再去讲到 仍然是那个 那个projector在那里 哎呀我心里可疾了 到底怎么回事了 教会的弟兄姐妹 难道一年 大家都看不见 都不觉得 到底有看见还是看不见 还是 根本就不在意 所以我可疾了 一般上我不会这样做 我就跟他们的领袖说 这个projector该换了 该换了 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受到邀请了 时间久了 很多问题 就不容易看见了 习惯了 就看不见问题所在 在台湾的时候很有趣的 有所谓的梅雨节 我住在宿舍 我们有两年的时间 两三年的时间 跟学生住在宿舍里面 一起的生活 然后你知道台湾 他们有些人不喜欢用轰衣机的 他们就挂在晒的 那梅雨节怎么晒呢 都没有太阳了 所以就放在房间里面 所以你知道衣服不晒的话 就会有什么味道 所以上课的时候 总会闻到酸酸的味道 我就知道是我们宿舍的学生 因为把衣服放在房间里面 但是可能我说不怪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好像因为在房间里面 那衣服即使是酸的 因为你在那里 你已经不觉得了 人如果有一种的味道 你进去了很久 你慢慢地对那种味道 就什么了 习惯了 同样的我们进去的时候 有一种杂音 但是我们在那边久了 这个杂音我们就能够过滤了 我们就什么了 习惯了 同样的老基督徒也好 教会的领袖也好 在做基督徒十几二十年 或者在同一个教会人 服侍了十几二十年 也会人质常情 看不见很多的问题 不是故意看不见乃是怎么 真的是习惯了这种味道 习惯了这种的声音 我们已经看不见 听不见了 是不是耶路撒冷静来敬拜的人 都已经习惯了神的殿 是这样呢 是不是他们已经不当一回事了 看不见呢 这是极有可能的 也许更多时候是假装什么 看不见 老基督徒 或者是 教会领袖也好 我们在道上混久了 教会成了江湖 我们在江湖这个道上混久了 是真道是没错 但是也是道 我们混久了 我们学会假装看不见 所以其实刚清楚的人 看见一些的需要 都很热心的 去满足 甚至是提出 慢慢的老基督徒就会跟他说 你就别提吧 提的话 教会就会找你去做的了 所以你还是学习 还是学习惯一点 假装什么 看不见 否则你自己找活干 你就活盖了 有时候我们 假装看不见 教会的需要 因为我们混久了 我们假装看不见 我们作为一个老基督徒的问题 我们问题可多了 但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们每个主日来 我们假装听不见 假装看不见 自己属灵的问题 教会的领袖也有这个责任 我们的态度 我们对于一些人的提议 一些的建议 这些很诚恨 他并不愿意假装看不见 他看见那个需要 他看见那个问题的时候 他提出 我们教会领袖也要 人质常情 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 这个人找麻烦 找批评 我们也需要 彼此的提醒 别大家假装看不见 日子就过了 我们要知道 这是神的殿 是神圣壮严的 是敬拜神的地方 另外一方 我们也是 是一个家 是我们来亲近神 彼此亲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很感谢神 那一天 我们教会 不晓得你没有留意到 我们的新招牌 正式启用了 而且还加上什么呢 LED的这个字幕机 你知道这个招牌在哪里吗 不知道的话 请自我反省一下 也许你已经进过来那边 已经习惯看不见了 事实上它是存在的 只不过不显眼很久了 终于这次可显眼了 还有加上LED的 我们的团队在这方面 可摆上很多了 他正式启用的时候 前几天 我看见周围来拍了照 然后告诉我们 这个office里面的人的时候 他先告诉赵牧师和Chris 就是礼拜四的时候 然后再告诉我 我就急着出去了 想说我还蛮心急的 结果一到的话 其实赵牧师和Chris 我们的这个英文的助理 已经在那里了 他们已经在看了 大家都很兴奋 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照牌 LED字幕机 真是启用 真是的 我们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 愿意看见这件事情的 成就 当时我到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 这个 好像这个经验在哪里 好像似曾相似的 这种的经验 后来 这个事情就放下了 前几天睡不着 半夜 不是不是睡不着 就是半夜醒来了之后 睡不着 你们都有问题对不对 你们都有问题 那就 就在想这个事情 这个经验在哪里 后来我想到了 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到 莫大拉的玛利亚 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就跑来见西门 彼得和耶稣所爱的 那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 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彼得和那个门徒 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 陷到了坟墓 哎呀我想起来了 张牧师和Chris 跑得比我更快 他们陷到LED 我就说这个经验很奇怪 哪里似曾相似 哎呀我没有比他们跑得快 我输了好几步了 去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边 看了哎呀我就心里不然间 就感恩 我们的Office 这些的同工们 对于教会很关心 教会的人 还有教堂的使用 我们是非常的关切 非常的 关心的 牧师 半夜睡不着 都想这些 想有的没的 反正就想这些的东西 然后 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 有这么的反应 因为耶稣什么呢 他的门徒就想起 经商记者说 我为你的殿 信你 教集如同火哨 在这里提到 教集如同火哨 心火焚烧 有的翻译成 有的信集如焚 有的是心中迫切 英文版把它翻译成 中文的话就翻译成 热心 热血 热忱 或者是热情 我觉得用教集来形容是很好 因为有那种十万火集 教集万分的 教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持续不改变的话 就会有严重的后果 你想想你烧水 或者煮东西 煮教了怎么办 不只是食物教了 可能也会整个的房子 烧起来了 所以是有后果的 这个问题 如果不处理的话 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教集 确实是耶稣心里面的 那种的情窃 他不只是对一件事情 关心 他更是关心到 如果这个情况 没有改变的话 会有不好的 结果的 那在福音书里面 这个不好的结果 就是提到 这是神的审判 会临到 我想在这里 讲的叫个 教集 不是一种的个性 不是好像我们说 有些人的个性是 急进风 有的人的个性是 慢囊中 你急他不急 这是个性的问题 但是这里是指 教集是指一个人 他对一件事情 或对一个人 他的那种的 关切的程度 耶稣心里 着急因为他对 圣殿的目的使用 他说这是佛妇的殿 不是用来做买卖的 这是给外邦人 给犹太人敬拜的 祷告的一个地方 他心里 叫急 万分 他非常的关心 这一件的事情 所以他叫急 我们的问题 也许是不叫急 对不对 我们的问题 也许是不叫急 你说我们不叫急 对神的电 无论是问题 还是需要 我们不叫急 有两种的可能 第一种的可能 你很有信心 宋有成竹 第二种的可能 你莫不关心 是不关急 所以到底 你不叫急 看见教会的需要 甚至是问题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叫急的话 你我是属于哪一种 也许另外一种 是逛教局 逛教局是什么呢 就逛教局了 什么都不干 说真的 弟兄姐妹 如果自己能够帮上忙的话 请不要逛教局好不好 或者 等别人来做 你就逛在那边急 如果这是可以自己做帮上忙的 为什么不主动的去帮忙呢 如果帮不上忙的话 心里着急的话 只意味的唠叨批评 只不过是在 输解自己心中的 焦虑 其实对解决问题 不单只帮不上忙 甚至还帮倒忙 增加困扰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能帮忙 就不要光照急 如果帮不上忙的话 要小心 不要太口急 我们要什么呢 好好的 安静在神的面前 来祷告 让神让我们心里面 能够 安定下来 在神的面前 好好的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我们能够做什么 也许很多时候 我们是比神较急 个人的家庭 尚且有很多的问题和需要 更何况教会这个大家庭呢 更何况我们活水教会 有这么大的一个教堂呢 你可以想像里面的需要 还有当然问题 也有不少 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方面 比神较急了 但我们不敢这么想 神都不急了 我还急什么呢 但至少我比牧师急啊 我比传道人急啊 哎呀 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心里就好过了 甚至我觉得 我还蛮属灵的 哦 较急 好像给我一种的优越感 好像给我一种的权力 我可以说我要说的话 或者是做我要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错误的逻辑 好像我召集就表示我是对的 我们要留意到 有很多时候 很多的这些是神不急 神有祂的实践表 我们是要等候神的 我们是要看见神在当中的工作的 然后适时地回应祂 所以到底我们是不焦急 光焦急 还是我们走在神的面前 比神焦急呢 弟兄姐妹 在教会的服饰上 在教堂的参与上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看见 我们应该有合适的焦急 我们应该有那种 好像主耶稣那种 关切的程度 我在说 不要用这段经文 推翻教会的坐址 传造人的语职 经文的 我们不是耶稣 不是耶稣所做的 我们都一一的照做 你不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受养的儿子而已 你也不是完全的神 你更不是完全的人 包括我 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都很多很多的不足 在教会教堂上的事情上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爱心 我那天看到 胡享生弟兄 他 他和他的团队 很多时候 那天我下班的时候 看见 胡享生弟兄 在推着 一个车子 推着 里面好像是很多的 垃圾 还是 教会要丢的东西 那个车子这么大 你知道响声 小小字的 我看他这样推 哎呀 我心里 看见的时候 我 我真的是有点召集 好像我有时候跟赵牧师 我们谈到教堂 然后我们的执事 在这方面的摆上的时候 我们也心 有时候心痛 心痛 他们这样的摆上 想生小小字 要推这么重的东西 推到垃圾车那里去 当然我回想一下 如果换做是成长老的话 成长老个子大 他推的话 可能我会在想 推一车子不够了 要推多两车子 就是想生他小字有优势 那牧师心里就心痛了 看见 他们正是摆上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 我们office 常常在教会里面 在教堂里面 他们用多少的时间 在教堂的管理上 修理上面 他们摆上了多少的时间 甚至不少于 他们摆在家里面的时间 这些弟兄姐妹 都是爱教堂 爱教会 很多时候 我们跑江湖冠了 我们很善用这一句话 辛苦啦 辛苦啦 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说辛苦啦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帮上忙的话 我们就别只说什么 辛苦啦 辛苦啦 是最起码的 但它不是最多的 也许我们可以 在各方面上面 能够问 我能够在哪一方面 能够帮忙 如果很技术上的 我们帮不了的话 那当然可以理解 如果你是很handyman的 你在家里面 都可以做这个 做那个的 就是 鼓励你 也许你也可以 在这方面 在教堂的维修上面 主动的去跟响声说 我能够做什么 这方面我可以做 我会做 让我们一起来 维护主的教堂 我比较想到了 这里犹太人 是不是没有什么呢 没有看见 耶稣为圣殿的 琴切的心 他们也没有反省 为何 他们一点都不焦急 难道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做的事 你竟做这些事 还嫌什么神迹 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 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在这里 我们看见这个问题是 他们没有完全的 想到 他们该做什么 他们只关心这个殿堂 这个权柄的问题 他们关心到底 耶稣你有什么权力 做这个事情 你有什么权力 告诉我们 这个教堂应该是 外邦人愿 是用来让外邦人敬拜 买卖应该是在外面的 是谁授权给你 做这件事情的呢 然后他们不 他们不去关心到底这个教堂 这个圣殿有没有再正确的使用 他们质疑的是权柄的问题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挑战 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 耶稣说什么呢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这个语句是命令式的 实际的功能是一种的预言 当然耶稣并不是命令他们去拆毁这个殿 实际上他是在预言 他们将会拆毁这个殿 然后这个殿指的是他的身体而言 所以犹太人在时候 不知道耶稣指的是这个身体为殿 当然耶稣 他们知道耶稣是 知道他们不会拆毁这圣殿 但他们仍然的乐意回应 为了借此否定耶稣有这个权柄 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希律的圣殿 拆毁了可以重新的在三天里面建造起来 即使是神迹 这么大的神迹也不可能 就足以证明耶稣是没有这个权柄 所谓先制行神迹的权柄 他们关心的只不过是权柄的问题 那这里我们留意到 耶稣用这个殿的时候 是指他的身体 所谓的code and code 这是一种的隐喻 这是一种的比喻 甚至门徒当时也没有理解到 耶稣指的是他的圣殿而言 那21节就很清楚的说到 这是与他的身体为殿 所以他从十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想起他 说过这话 变性的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这是一种的隐喻和比喻 这是把物质的范畴 圣殿和属灵的范畴 也就是道成肉圣与人同住 神的儿子 这个道成肉圣的这个关系 联合在一起 耶稣的身体是圣殿 不是一个随即提出 信手念来的一个隐喻 他是观穿着整个 信业旧业的一个 渐进式的启示 是关于神与人同在 从圣殿的预表 到道成肉圣的实体 这一点上 我们将会在第三和第四上 会有进一步的探讨 我想在这里只讲这么多就好 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 无论是圣殿这个建筑物 还是耶稣的身体 都是有形有体的 我们不高举教堂 作为一种的实体 但我们也不倾施 他作为神的一个建筑物 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建筑物 是我们用来敬拜神 祷告神 是我们用来彼此亲身 与神亲近一个家 的一个地方 我们不会 唯心论 好像只要心里有神 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甚至教堂也不重要 但我们也不会唯物论 好像教堂高于一切 甚至比神更高 我们乃是合适的看 心灵的崇拜 和实体的这种建筑物里面的敬拜 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我和师母在刚服饰的时候 我卸下工作神学院毕业之后 我们马上进入了一个校园教会的一个服饰 当时我们的服饰的时候 教会给我们有多余的钱 让我们在校园里面可以买一栋的房子 作为这个校园的施工 当时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就决定把这个教堂命名为游子站 也就是游子们可以来到这里的地方 是一个游子站 那是三层楼的一个小房子 但是我作为我第一次出来服饰 我作为一个牧师 能够拥有自己的教堂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一个勉励 跟其他刚出来的牧师一样 我也天真无比 有很多的热情和热心 却不晓得里面也有很多的责任 有了一个教堂 这个责任可大了 除了平时要讲到教主日学 带祷告会 传福音 带传气 现在还增加了什么呢 教堂管理员的身份 花我也要种 草我也要割 然后房子的整个的改装 我也要全权的负责 跟政府申请contract的这一些 忽然间事情多了好多好多好多 但是我对于整个的教堂 虽然是很破旧的一个房子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神的家 神的店 我还是尽我的一切所能 虽然我也不是什么handy man 来去把这个房子管理好 那到后来我自己 因为也加上念PhD 我也透支了 我burn out了 我今天回头再想的时候 我觉得我能够反省的 地方当然很多 但是我从来不觉得 在教会的教堂上的摆上 是我觉得亏欠的地方 因为这是神的店 神的建筑物 我们礼当在各方面妥善管理 让他能够荣耀神 如果我能够回头再做的话 也许我会更多的在 团队的服饰上 让有恩赐的弟兄姐妹 组织起来 让他们在这方面 能够使用他们的恩赐 来管理神的教堂和神的家 也许在这方面 我可以有更好的改善和改进 所以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我们的教堂 我们起立 我们以这个 我在星期三的祷告会的时候 跟弟兄姐妹分享了 当我们为神的教会祷告的时候 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了 求神祝福这店 这是改编制 一个Iris的一个导文 这个导文 我们就用这个导文来做我们的 作为我们的一个祷告 一个结束 我们同心来祈祷 求神祝福火水这店 这个家 来我们祈祷 主啊 愿你来祝福这教堂 无论白天或黑夜 求你来保护安全 祝福这墙壁 坚固结实 把邪恶聚在门外 祝福这高崇的屋顶 这风荡雨 道挤基督 祝福这些敞开的门 进入则有喜乐和爱 祝福这些窗户 有神的正光照耀 祝福这殿堂 圣火燃烧 道道点点 环环盛起 祝福里面的人 保守他们纯洁 远离罪恶 祝福我们所有的人 主啊 只愿我们这些与你同住的人 我们所蒙的恩相称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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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